我尽可能很快地赶过来了 不过这些日子有一大事忙得够呛 想让阿比悉尼亚猫族和钻石狗族握手言和 这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我才让你去 很高兴你能来 说说 有什么急事吗 我接管了宇宙公主的学校后 把教学重点放在了魔法上 但似乎我最优秀的学生遗漏了最重要的一课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有你这位皇家顾问兼友谊大使在我身边会好很多 女王殿下 他来了 让他进来 加勒斯 女王殿下 黎明之光 我是小玛丽亚的统治者 但我也是你的老师 您是一位好老师 在魔法学校的每一刻我都很开心 但是 我不是很肯定那个地方是否适合我 我懂了 我不是只学习 我可以抛在图书馆里几个星期做研究 可学校里 大家都太注重即交朋友了 如果这是你的问题 你来对地方了 问题就在这里 我并不想交朋友 什么 所以 你宁愿离开学校也不愿意交朋友 我曾希望能进行独立的学习过程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达到您的成绩 没有朋友是很难做到的 我倒不是这么想的 我认为比起其他事来 友谊更容易分散精力 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什么 我知道您和朋友一起取得了很多成绩 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反正就我看到的现在是您独自在这里 呃 你好 皇家顾问就在这里 我认为那没什么不对的 事实上 我觉得挺好 而且如果最后友谊会变大 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交朋友呢 你知道吗 黎明之光 你说得对 什么 ck so 我原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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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你不必要求 有意带来的麻烦比她的价值高 这就是你的得意门声 有意需要经营 却无法保证能长久 有意也很复杂 不经意间 就有可能会搞得一团糟 她不会按着你的步调走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 有意不是永远时 紫月 我很肯定东西都齐了 我在做最后一次检查 碎龙 可是我已经检查过了 每个房间 两次 你看 还有一区权力小马 看来还要做第三遍检查 谢谢 不过这本我已经看完了 我不需要带去坎特洛特了 不不不不 你喜欢看权力小马 我们带上它 说真的紫月 我们没必要带这些 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收集多久 很多事情都在改变 而且我也在长大 就算世事变化 也不能因此把喜欢的东西都抛起吧 你不是在担心治理小玛丽亚的事情吧 没有 我知道这需要时间 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心里没有一点底 虽然我已经准备好登上王位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离开小马谷 在我们忙着和提雷克 重建女王可习惯会战斗时 我忙到没有时间想这个 可现在全都冒出来了 想什么 想加冕礼 搬家 离开我的朋友们 我们不是一起去这里想玛丽亚吗 当然是一起 可又有点不一样 他们全都会生活在这里 而我们会搬走 我会想 是不是我们把他们给抛下了 万一我们便疏远了怎么办 我好像没有那方面的担忧 你该找他们谈谈 他们应该有同样的感受 没错 碎龙 谢谢你 有时候跟好朋友聊聊很有用 所以你根本不担心 我住到坎特洛特后 事情会发生变化 当然不担心 改变是自然的 就好像四季 这就是农场上的生活 我想是吧 现在 我得要快一点 把这些箱子打包分类 还有好多事情呢 连小玛丽亚外的朋友 都要来参加加冕礼 担心 不可能 除非你说的是加冕礼 那是有点 虽然蛋糕部分都解决了 可还有整个庆典需要筹换 另外到现在 我都没说服 嘎米帮我召开烟花 那 那么等到加冕礼过后呢 你没想过一切都不同了 自从我知道坎特洛特的所有社会 都有我不责后 我就经常去坎特洛特 这就是不同吧 但我不介意 好 不是这样的 大家都表现得太棒了 既然都准备好了 约瑟芬 你们现在出发 我们应该能同时抵达坎特洛特 埃洛伊斯修伯特 你们也出发 我知道路途遥远 但别担心 我会带上点心 在表演之前 帮你们保存体力的 剩下的各位 进来吧 你们的小翅膀 无法远程飞行 我们要以最佳状态 出现在加冕礼莎 我很高兴还有时间进行彩排 大家都非常兴奋 但我想应该没有谁 能够比你更激动了 搬去坎特洛特 戴上王冠 我完全想不出 这有任何一点不好 对 我也是 三 二 一 开始 老实说云宝 我们也和你一样 非常希望表演能够很出彩 可你真的觉得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当然啦 我还知道一定能成功 抱歉紫月 我没时间聊天 加冕离开史前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嗯 亲爱的 改变在时尚中不可或缺 我自己都在考虑 是否为飞小马族开办时装店 必须有改变 否则就会过气 比如我刚才的灵感 加上这些猩猩之猪的猪网 对礼服进行修改 它们编织好后 能暂时发光 编一条腰带用不了多久 但是不可否认 出来的效果却会非常惊艳 亲爱的 拥抱改变 它将非常美好 星光翼翼应该快要过来了 在我们离开前 还有些东西要给你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我应该把连环画 带去坎特洛特 不能把这套书落在这里 我想他们应该觉得 无所谓 碎龙 就像我们的朋友 好了紫月 准备好了吗 我们都很想送你走 可事情太多了 你们不和我们一起吗 我和麦托什一起 我们还要过一遍装香丹 否则不知道哪些货是谁的 我要和闪电飞马队会合 那样我们还能再走一遍流场 我和嘎米一起 他说他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烟花秀 但是真会有小马相信吗 我还要打包一些天鹅和鸽子的食物 它们已经先过去了 要是不给他们带吃的 他们就没力气表演了 我会孤单地住在坎特洛特 现在还要孤单地去坐火车 再见 伙伴们 哦 你不会孤单地亲爱的 我正好利用坐火时间 帮你把礼服腰带编好 哦 不过现在得出发了 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完美的佳缅礼的话 这可就是问题 你们全都担心怎么让我的佳缅礼完美 可我要离开小马谷了 你们一个都不在乎 你搬走了 你的朋友们毫不在乎 就是那样 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 我们当然在乎你搬走的是紫月 你竟然认为我们会不在乎 你怎么可以有那样的想法呢 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心里的感受 但是你们似乎对佳缅礼的事更为上心 没错 我也看到了 那是因为我想转移一下注意力 我知道你在担心一切会改变 但我以为只要我表现得正常轻松 那就没事了 我只是想让你能够开心一点 那样的话我才不会心里难过 在我搬来小马谷前 我并不懂友谊代表着什么 你们大家教会我很多 我不敢相信这都要结束了 可每当我畅想未来 我想到的都是和你们不在一起了 我真的要离你们而去 我真的要离你们而去 真太可怕了 我也觉得害怕 我也是 我心里慌极了 是的 我倒是不能说害怕 可是 我只是嘴上不说 不代表我心里不这么想 我一定会想死你的 我脑子里不停地想未来我们会发生多少变化 万一 我们再也见不了面了呢 万一我们不怎么聊天了 万一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虽然奇怪 可知道你们都很伤心 我心里反而没那么担心了 太好了 但是有个问题 你就要赶不上火车了 抱歉 我迟到了 我还以为我赶不上 没时间了 哦不 赶不上了 但是如果 好了 我们上车了 会顺利的 是吗 我已经计算出 我已经计算出 需要多久时间 才能编好星星蜘蛛腰带了 我快来不及了 希望脉脱石能搞清 混物要送到谁的手中 我想这里边装的是 最上等的苹果汁吧 是的 我要用甜苹果园的苹果酱 来做夹编里的冻糕 这里装的是苹果酱吧 是的 哦 鸽子和天鹅飞了那么远 还要表演 可我没有给他们带吃的 我最好去找找餐车 我得去找闪电飞马队了 参加夹缅里的队伍呢 他们 看你一直不来 就以为你是要在坎特洛特城外 和他们会合了 我现在唯一有点担心的事 就是卡米扬负责烟火秀 我想应该会顺利的 一般来说会很糟糕 天哪 紫月 你还好吧 在路上遇到了点情况 但现在都没事了 你应该知道我们两个 都为你感到骄傲 紫月 如果需要 你可以先缓一缓 这是你的加冕礼 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开始加冕礼吧 准备好了吗 不行 但是不能没有穿灾民礼服 就被带上王冠 非常好 小玛丽亚的公民们 还有来宾们 我和我的妹妹统治这片土地 已经很长时间了 可我们也知道 改变终将降临到我们大家的身上 尽管会有那么些许的不安 但那就和太阳月亮的升起落下一样 不可避免 我和我妹妹都非常放心 把这个权力交到继任小马的肩上 你看起来美极了 差点忘了 让我们言归正传 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小玛丽亚的新任统治者 她就是紫月公主 抱歉 紫月 天哪 我知道这算不上我承诺的典型 可我只能找到这些 好了 我早不管云宝了 紫月马上要带王冠了 飞马队出发 等等 来进紫月 快结束了 好吧 我现在明白了 你的家棉林弄得一团糟 你和你的朋友再也没有和好 明明因此疏远了 哦 你说对了一半 那么他们没有把家棉林搞得一团糟 只是时间久了你们之间的情分淡下来了 这个并不是这样的 啊 抱歉 迟到了 可是要给小乃老找一个很风趣的临时保姆太难了 老实说我本来可以早点到的 但是你们绝对想不到 近来亚克斯坦到底有多忙 要不是你总喜欢试试亲里亲为 不让我帮你分担一点 我们应该能够准时到的 如果你会 我可能会让你插手 哦 抱歉 我们不是最后到的吧 不需要敢去参加一个会议 不然他也来了 我认为 既然你们都不一直待在一起了 就不是朋友了 我故事的重点不是这个 当年我的家棉林的确一塌糊涂 好了 紫月的家棉林终于结束了 在我的意料之中 这样的情况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知道 这其实不是你理想中的家棉林 不过能笑出来也很好 我们打算在你离开小马谷前把这个给你 不过变得有些忙乱 因为你要搬走 我们就想也许你会想念我们想念小马谷 就做了这个 哦 这可是一本回忆录啊 我们几个都出了一点力 不管将来如何改变 有了这个你就能回忆过去了 我很喜欢 非常感谢你们 可是我不想只看到过去 虽然这次加冕礼不是很完美 但是没关系 我们之间的友谊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必须得维系好 可我们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维系 我知道 我建议我们一个月见一次 事实上 我作为小玛利亚统治者的第一道法令 就是建立这个友谊理事会 真是一道很棒的法令 我们一直很清楚 不管你遭遇怎样的逆境 你和你的朋友一定会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有你和你的朋友在一起 我们很放心 我们知道小玛利亚后继有人了 如果你需要我们 我们随时都在 也到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了 你们要走 欢迎你随时来营滩找我们玩 现在到了你承担起责任的时候了 我相信你完全可以胜任 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即便你远离了你的朋友 一切都改变了 你们也没有隔阂 而且还约定每个月聚会一次 所以你们今天才会来这儿 对 就在每个满月的日子 他真正想问的是 我们就是这样共同治理国家的 我们多年来就是这样共同面对 小玛利亚的困难和威胁的 这主要还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不管平时生活有多忙碌 有时友谊会变得很艰难 需要花时间去维系 但是没有朋友会变得更加艰难 我从没想过友谊是需要用心经营的 我不是怕困难 我只是想 如果友谊不会消退 交朋友就不是我认为的浪费时间了 可是我的关注点一直在学业上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这个没问题 我知道要把你送到哪儿去 我从来开始 我不是不硬 我认为我知道 我认为我全都需要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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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它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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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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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